好,那感谢大家今天在线上和线下 然后同时来去听我的这个日本古建筑小史的第三堂课 咱们这是第三堂课 那么按照这个节奏的话 大概就是两周会有一堂课 那么总共的话是六节 那么通过六节课的话 我们基本上能够对于日本的古代的建筑的整个的发展历程 它的历史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堂课呢 它主要的题目就是《飞鸟时代的下》 再探迷一样的这个法龙寺 那么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略过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因为今天无论是咱们讲的是日本古代的这个雕塑也好 壁画也好或者是建筑也好 我想都很难略过法龙寺这个话题 所以说这次课程设计之初 就确定了说肯定要单独放一节课 来单独讲古建筑 那么在下一节课和下下节课的话 我们会分别去讲这个平安时代和连仓时代的古建筑 那么在这一堂课的话 就是我们会把整体的这个话题啊 聚焦在法龙寺这一座寺院里面 这一座寺院里面 因为它确实是今天无论是从日本来说 还是全世界来说 都是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的寺院的建筑群 所以说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啊 那感谢这个刑坛的这个朋友们来听这这堂课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张表 这张表过去在其他的讲座当中可能也放出来过 那么这张表当中呢 其实主要讲的是展现出来的是这个 目前东北亚地区的几个国家 它的世界遗产的数量 当然其中我们能够看到 中国的世界遗产的数量是最多的 一共有55处 日本是排第二 一共有23处 在这23处世界文化遗产当中 其中有除了四处是自然遗产以外 其他的都是文化遗产 那么底下我列了大概四处 日本在禁忌地区 比较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 包括法龙寺地域的佛教建造物 古都京都文化财等等 四处 那么这四处文化遗产 其实他们的距离非常的近 都在今天的日本的这个京都 奈良 这个和歌山 这么一带 那么法龙寺 是日本 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是1993年登陆成功的一处 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还有一处 我忘记写进来了 还有一处也是非常著名的 还有一处也是非常著名的一处 这个遗产 那么京都 奈良 积山地灵场 那么在后面的几堂课当中 我们都会提到 那么在奈良时代这堂课当中 我们会主要去讲奈良地区的文化遗产 那么在平安时代 我们会主要聚焦于京都来去说 那么法龙寺作为这个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逐渐它在日本的这个 无论是建筑还是雕塑领域 它的重要性 那么咱们中国的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是敦煌的墨高窟 对吧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国家的第一处文化遗产 都是能够代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 留给人类的这个文化的这么样一处地方 那么上一堂课我们的主要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呢 是在日本的飞鸟地区 飞鸟地区 那么这张图因为这个大小的问题 没有办法把飞鸟地区能够展现出来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法龙寺 包括法龙寺和法启寺三处非常重要的 日本飞鸟时代的寺院 是在今天的日本的奈良市 也就是古代的平成经的这个西南方向 那么它在西南方向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法龙寺 为什么不在奈良的范围内呢 是因为法龙寺它是一处飞鸟时代的一处寺院 它并不是奈良时代的寺院 所以说当它修建的时候 那个时候奈良还没有成为日本的都城 所以说它的修建的位置其实是在 对吧 是在奈良的外面 但是同时 法龙寺的位置也远离当时日本的首都 也就是飞鸟地区 也就是飞鸟地区 其实它离飞鸟地区的距离还是挺远的 还是挺远的 交通上呢 也没有那么的方便 也没有那么的方便 所以说 这里面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法龙寺作为日本最早新建的几座 大型寺院没有兴建在当时的日本的首都 也就是飞鸟地区附近 而是修建在一个离当时首都比较远的地方 这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猜测 那么可能其中一种说法是 是说当时的日本的修建 法龙寺的修建者 也就是圣德太子 大家可能以前听说过这个人 因为他在政治 他在这个宫廷当中的政治斗争当中 可能失利了 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 导致了说 他其实在日常 无论是生活 还是从事一些宗教活动的时候 他不愿意过度地离当时的日本首都太近 所以说他可能刻意地去把这个寺院 修在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 那么这个图当中 我把法龙寺标红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 另外还有两座寺院 这个法伦寺和法企寺呢 其实它也是飞鸟时代的 但是这个法伦寺 今天已经没有飞鸟时代的建筑留存下来了 只剩下法企寺 还剩了一座塔 这个塔呢就是法企寺的三重塔 也是飞鸟时代的 但是我们知道 飞鸟时代的建筑 从古至今 大概经历了一千多年时间 多少都已经经历了非常多次的这种维修 所以说其实这座塔跟最早它的样貌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但是整体大的这个外形和体量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么这座塔呢 就是法伦寺的三重塔 这是它以前的照片 也就是它被毁掉之前的照片 它的样子其实是跟法企寺的三重塔 其实是长得很像的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呢在二战的时候呢 被这个因为雷火的问题 原因呢就一把火给烧掉了 没有留存下来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地方的话 还是能够看到有一座新的塔留下来 这是后来又重新建了一座 跟以前一模一样的 那么 法龙寺 就显得跟前面两座寺院 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座寺院里面 对于早期的木结构建筑 保存的非常完整 OK 这是法龙寺的这个平面图 那么这张图上呢 展现出了整个寺院的全貌 那么 整个寺院 其实整体来说 它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 是在画面的这个左边 也就是西边 那么称之为西院前蓝 我们说前蓝其实就是寺院的意思 对吧 那么在整个的画面的右边呢 是这个法龙寺的东院前蓝 所以说今天的法龙寺 整体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 一个是东院 一个是西院 那么 今天飞鸟时代 保存下来的最古老 最重要的建筑 其实是在西院前蓝 也就是中间的这块 由回廊所围绕的这块区域 也是整个寺院最重要的一块 核心的区域 所以今天我们关于寺院的 相关的一些解读 主要还是聚焦于 这块区域来展开的 来展开的 那么整个寺院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 先帮助大家来读一下这张图 我们在第一节课当中 其实有介绍过日本的文化财 对不对 包括了国宝 以及重要文化财 先帮助大家来读一下这张图 我们在第一节课当中 其实有介绍过日本的文化财 对不对 包括了国宝以及重要文化财 那么在这张图当中 国宝是通过这个类似于紫红色 偏粉色的这个颜色来表现出来的 那么重要文化财呢 是通过这个比较紫一点的 深一点的这个颜色 所保存下来的 那么通过这张图 我们就能够看得到 在整个的法龙寺当中 其实它的国宝建筑物 它的保存数量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家可能不觉得什么 但是如果说 大家到日本去旅行的话 会发现这是一个极为 让人震撼 或者是极不寻常的一种情况 因为在日本的古代寺院当中 一般来说一座寺院 能够有一到两处国宝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一到两处国宝 或者是一到两处重要文化财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在法龙寺当中 你会看到 所有的主要的寺院的建筑 基本上都是被定为国宝 或者是重要文化财的 说明什么 说明它保存的比较好 说明它对于当时的建筑 基本上都已经留下来了 所以是今天我们到这个寺院当中 尤其是我们走到这个中兴铁栏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一千多年前的风景 它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这张图就是 这个法龙寺的这个西院 航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航拍的一个效果 那么周围我们能够看到 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别院 非常多的别院 很多的别院今天不对游客 公开参观 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到法龙寺的话 主要参观的其实就是中间的这块区域 还有旁边的少数的几座建筑物 然后像东院那一块 也是可以有部分的地区是可以去参观的 那么整个寺院 我们从那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还是以一个中轴线 来去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那么从这个寺院的南门进入 往前有一条笔直的参道 那么进入到参道之后呢 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中门 但是这个中门今天已经不对游客开放了 不开放不是意味着说大家看不到 而是说大家不能从中间经过 那么要想经过的话 得从旁边一个小门经过 得从一个小门经过 今天日本大多数的大陆式的寺院 所有的中间这道门基本上都不让人进 基本上都是从旁边这个小门进去的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场课程当中 我们先解决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第一件事 我们先把整个寺院当中的重要的建筑 先给大家捋一遍 大家先看一遍 因为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 咱们可能没来过法龙寺 没有参观过 所以说咱们最起码先看看这个寺院长什么样 有哪些建筑咱们先看一下 在此之后 我们再聚焦于法龙寺的几个主要的问题 包括了是它 它是怎么建造的 谁建造的 那么它具体是什么时候建造的 以及法龙寺 今天我们从这座寺院的木构建筑当中 到底能够看到哪些重要的建筑的图像信息 那么通过这些图像信息 能够对于今天的 我们看到的中国古建筑 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好吧 我们主要在课程当中分成这样的几个部分 OK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整个法龙寺的中院的这个 西院的这个 前栏的中心部分 这是一个平面图 那么 看到这张图 我们最重点要解决几个主要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是比较容易能够发现的 今天的法龙寺 在整个的寺院周围 围了一圈回廊 这个回廊形成了一个秃子形 对吧 而其实在飞鸟时期 其实这个回廊的路线 其实跟今天有一些不太一样 我这里画出了飞鸟时期的回廊的路线 也就是说飞鸟时期 法龙寺西院的回廊路线 它其实是一个口子形 而不是一个秃子形 但是法龙寺在平安时代 也就是大概公元十世纪的时候 经历了一场大火 在这场大火之后 整个的西院有部分的建筑被烧毁了 因此在重建回廊的时候 改变了以前的路线 才形成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秃子形的回廊 那么 在这个回廊的形态改变之前 我们能够发现 其实有三座建筑 其实是不在回廊里面的 对吧 它包括了京葬 钟楼和讲堂这三座建筑 所以说我们因此能够去揣测古人在建造寺院的时候 他的思考到底是什么 其实通过回廊的区分 我们能够看到古人在回廊的里面 其实他更多地呈现的是一个神的空间 而类似于像讲堂这样的讲经说法的地方 比如说经楼 比如说藏经的地方 它其实更多的是人在里面活动 对不对 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建筑 其实在《飞鸟时代》是在回廊以外的 所以因此回廊作为界限 它不光是一个通过的一个通道 更多的它是一个区分神界和人界的这样的一种建筑形式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也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就是在这个回廊的区域内 能够看到一座五重塔和一座金堂 这个有背于我们今天对于古代寺院的布局的认知 对吧 我们在上节课当中 我们大概提到了一个点 就是在日本的 在佛教传入日本的早期 其实是一种主流的寺院布局形式 其实是一个单一的中轴线布局形式 对吧 那么进了寺院的中门之后 看到的是塔 在塔之后是金堂 在金堂之后才是讲堂 它是一个完全的中轴的一个模式 而法轮寺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 不对称的寺院布局 那么从中国的古代的寺院的建筑角度 或者是建筑理念来看 无论是寺院还是宫殿 甚至名居 其实自古以来 哪怕到了清代 大家都默默地遵守着中轴对称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但是在法轮寺我们看到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建筑形态 那么它到底原因是什么 似乎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陌生 因为它跟我们今天在国内能够看到的一些很多的寺院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从上个世纪开始 很多的学者基于这个问题就展开了讨论 首先我们今天在网上看到的最常见的一种说法 也是今天我只要随便摆度一下 就能摆度出来的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说的是 在更古老的过去 其实当时是以佛塔为中心来去建造寺院的 因为佛塔意味着佛对不对 佛塔其实就是埋葬佛舍利的地方 那么所以说佛塔其实本身是跟佛之间是能够画等号的 但是随着佛像逐渐开始进入到寺院内部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佛塔跟供奉着佛像的大殿 它可以叫金堂也可以叫大雄宝殿或者叫别的东西 那么他们的地位之间发生了变化 那么由此在这种变化过程当中 于是佛塔和大殿之间的位置开始互换 他们之间的位置开始发生了前后的变化 那么以至于到最后 大殿成为了寺院真正的中心 而佛塔退居了二线 它有可能离开了这个寺院的中心位置 甚至退到了回廊以外 这是最主流的一种说法 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 是说法龙寺的这个金堂 它其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为什么 因为法龙寺它最初的建立者是圣德太子 而圣德太子是一个 在日本的官方意义上 它是真正的第一个把佛教带入到日本的人 那么因此圣德太子在日本的宗教历史上 或者是佛教历史上 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那么圣德太子在建立法龙寺之后 在公元622年的时候 他就去世了 那么法龙寺 根据日本书记的记载 在公元670年 发生了一场火灾 那么因此推论 今天的法龙寺 其实是在公元670年之后 在圣德太子去世之后 为了纪念堂而重建 重建了一座寺院 那么因为圣德太子的地位 所以说在重建这座寺院的时候 将很多跟圣德太子相关的一些图像 一些意象 元素 融入到了金堂里面 那么日本人 为了将圣德太子 抬到一个足够高的地位 因此将圣德太子 所代表的金堂 和能够代表佛祖的这座佛塔 放在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位置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这是其中的一种猜测 这是其中的一种猜测 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原因 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讨论了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 就是在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的日本 当时在日本的整个国土范围内 类似于像这样的一种布局方式的寺院 其实并不少 并不少 当然可能在国内的很多 跟古建相关的一些文献 或者是材料当中 并没有把这一点体现出来 所以说因此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错觉 就是法龙寺在当时它是唯一的 它是一座特殊的建筑 只有它才会拥有这样的一个非对称的布局 但是其实类似于这样的布局 在日本还能够找到很多 我们在奈良时代那堂课当中 我能够举出非常多的例子 包括在这堂课当中 后面也会有一个例子 就是在它的周围 其实非常多的寺院都是这么干的 因此 所以说这件事就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了 就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在上一堂课的结尾的时候 我给出了一个猜测 现在我这就不再重复地把那样的一个推断 再重新说一遍了 那么总之它是一个非常不一般的 这样的一个存在 那么我们后面再把整个的 法龙寺切栏当中的 几座非常重要的建筑 咱们再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 就是当我过了法龙寺的南大门之后 首先看到就是这座中门 这座中门 就是法龙寺目前现存的四座飞鸟时代的建筑 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那么左下的这张图 是我2017年的时候去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 那个时候这个寺院还在修 这个中门还在修 所以说完全看不到它长什么样 等到2019年去的时候 这个中门已经完全修完了 也可以拍照 也可以看了 所以说它是一座 从外表看上去是一座两层的建筑 其实它的里面只有一层 其实它的里面只有一层 它的第二层是踏不上去的 那么这座中门非常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 这座中门是一座四开建的门 咱们中国的大部分的寺院建筑 哪怕我们今天不看寺院建筑 我们看宫殿建筑 或者哪怕是民居建筑 通常是以单数为开建的 而在法龙寺 我们看到了四开建的建筑 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点 但是我说它 它其实又并不奇特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日本的非常多的建筑上 当然我说的是早期建筑上 都能够看到这种四开建的 这种建筑形式 包括法龙寺金堂的二层 法启寺三重塔的二层 包括法伦寺的二层 包括奈良时代的当麻寺的 东塔的这个二层和三层 全部都是 偶数的开建 关于这个为什么是偶数的开建 其实今天也没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答案 但是呢 从上个世纪以来 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比较玄乎的猜测是什么呢 比较玄乎的猜测 其中有一种说的是什么呢 说圣德太子 当然他是一个 飞鸟时代的一个 称之为太子的人 其实他当时还并不是太子 是后来的人 给他后面加了一个太子的名字 是为了体现他当时的地位 才给他写了这么个名字 但是圣德太子和他的儿子 叫做山贝大凶亡 那么他的一族 在公元的七世纪初 同样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 在整个的大河朝廷当中失势了 所以说最后发生了一件 非常悲惨的事情 就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全族 在法轮寺自杀身亡 是一件非常可怕 和非常悲惨的事情 那么有些日本学者就提出来说 那么一般来说 单数为阳 偶数为阴 所以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为了 做一个偶数开间的建筑 是为了封印 这个圣德太子一族的这个怨灵呢 听上去有点玄乎了 不太可信 不太可信 但是比较可信的一点是什么呢 比较可信的一点是 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建筑的偶数开间 和它这个前栏内部的空间布局 能够结合在一起看 我们刚才说到 在法轮寺的这个西院内部 其实进去之后啊 它其实是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五重塔 一部分是另外一半是金堂 所以说这种偶数开间的 这种布置 会不会是意味着 其实它是将空间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 其实是应对对应着 说五重塔这边的入口 而另外一部分 其实更多的是对应着 金堂这边的入口呢 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其实我也查过了非常多的资料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 站不住脚的地方呢 因为今天在日本 可能大量留存下来的这种 不对称寺院的布局 但是在很多不对称的寺院布局当中 其实也出现了 基数开间的这种大门形式 那么一旦出现 只要你出现了一例 其实你这个推论 也会显得有一些站不住脚 所以说 法轮寺确实是 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谜团 我们今天这堂课 其实这个名字啊 叫做谜一样的法轮寺 其实就是为了 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有些问题 无论怎么面对 其实今天都很难解决 我们最重要的是 今天在这堂课上 去尝试去解决一些 我们今天能够去 把它弄明白的一些事 OK 那么这个是 法轮寺中门两边的历史项 历史项 这也是今天日本 留下来的最早的两尊历史 它的建造时间 是在公元的711年 也就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 奈良时代的历史项 它不是飞鸟时代的 飞鸟时代的那两尊 可能已经毁掉了 我们说奈良时代 它的起始时间是从公元710年到公元794年 而这两尊像它的建造时间是在公元711年 也就是说 奈良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两尊像刚好建立了起来 但是左边这座像 后期修的比较多 很多地方被补过了 被补过了 可能呈现出来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面貌 可能大家光看这张图看不太出来 这两尊像是木骨泥塑像 也就是它里面是一个木星 外面用泥来塑成这个历史的模样 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 为什么 咱们今天在中国能够看到的木骨泥塑像 其实太多了 今天咱们到山西看的很多像都是木骨泥塑像 但是在日本是绝少见的 日本的佛像更多的是木雕佛像 干旗家铸像或者是石雕 可能也有一些 但是很少用到这种木骨泥塑的这种方式 所以说今天能够在法龙寺 能够在中门上看到这样的一种 制作方式呈现出来的佛像 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两尊佛像 那么这座建筑就是法龙寺的金堂 也是今天世界上所存留下来的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 当然它在1949年试过一场火 它的一层被烧过 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 所以说今天这座金堂上所留存下来的飞鸟时代的木构 木材已经并没有那么多了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需要去解答的一个问题 因为每每我跟很多的朋友在聊到日本古建的时候 总会得到某些回应对我的 什么日本古建都是新的 他们经常修 所以说看上去是一座最老的 其实很多都是木材都是新的了 它到底是不是新的 我觉得咱们绝对不是主观的判断 而是要通过更加客观的材料来去看一看 它到底保留了多少 这个就是金堂的内部 这就是金堂的内部 当然这张图是从网上找来的 从网上找来的 那么里面不给拍照 在金堂里面保存下来了非常多的飞鸟时代的造像 比如说两边的四天王 这张图上只能看到两尊 还有两尊被挡在后面 看不到了 所以说其实它有四尊天王像 那么中间的一铺三尊 释迦牟尼佛和两斜式菩萨 也是飞鸟时代的同住的这个造像 那么在这个画面的右侧 还能看到一尊飞鸟时代的药术如来 那么其他的还有连仓时代的和平安时代的造像 其实都有非常的古老 包括这两尊飞鸟时代的这个 释迦像和药式如来像的背后还有明文 那么尤其是药式如来背后的这个明文啊 非常重要 它记录了法轮寺的非常多的一些寺院的一些 建造的一些经过 都在这个明文背后被展现了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五重塔 这个就是五重塔了 也是今天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一座五重塔 它从细部的结构特征来去看 它是和金堂几乎是在同时期建造的 当然金堂是最早建造的 其次建造的是五重塔和回廊 最后建造的是中门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回廊 这个回廊 回廊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秃子形对吧 所以说这张照片正好是这个回廊 有点转折的这个地方 在这拍了一张 这个是这个回廊的里面 也是在这个转折的位置拍了一张 转折的位置拍了一张 那么从这个回廊的西部做法 其实能够明显地看到 两座回廊 其实它的建造的细节上是有一些差异的 是有一些差异的 那么这座呢 是连接在回廊中间的这个法龙寺的钟楼 是一座平安时代的建筑 平安时代的建筑 大概是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 在法龙寺的中途出现过一次火灾之后 又重新建立起来的一座钟楼 那么这个是钟楼的内部 这个是好不容易找来的图片 咱们今天既然讲了法龙寺 就必须得看一看法龙寺 很多的建筑内部到底长什么样 因为很多的建筑 包括金堂和这个大讲堂内部 咱们是能够参观的 但是很多建筑内部 今天它是不开放的 所以说今天如果我不放这些照片的话 咱们这个讲座的目的就没达到 光看看外面肯定是不够的 咱们得看看这个里面 这个是钟楼的一层 那么这个是钟楼的二层 中间挂着一口樊钟 挂着一口樊钟 两边会有这种斜称来进行支撑 因为这个钟非常重 所以说通过斜称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这种加固 我们再来看一看法龙寺的金藏 是奈良时代的一座建筑 跟前面的那个钟楼长得还挺像的 所以说钟楼在重建的时候 有可能对于这个金藏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参考 所以说这两座建筑才可能有可能长这么像 今天它也不让参观 门是紧闭的 但是呢我找到了里面的照片 这个是这个金藏的一层的内部 那么右边呢这个是金藏的这个二层 在一层旁边呢有一个楼梯上去 所以说啊日本的这个楼阁啊 其实是可以登灵的 很多的资料上或者是一些论述上经常会说 日本的楼阁不能登灵不能登灵 其实日本的楼阁完全可以登灵 这就是一座可以登灵的一座小型的楼阁 对能不能登完全取决于想不想登 不存在所谓的说建筑技术导致了说 登不上去这样的情况 当然今天这个里面可能已经不是这样了 可能已经不是这样了 这个大概就是在六七十年前拍的照片 这是当时里面的这个样子 还摆着经书 这一座呢就是法龙寺的大讲堂 也只有法龙寺的这个讲堂 前面会加一个大字 因为它真的特别大 那么这是一座这个九开间的建筑对吧 九开间的建筑 一般这个讲堂都会比金堂显得长一些 都会长一些 比如说金堂是五开间 七开间 讲堂就会是九开间左右 但是这个讲堂在平安时代也修过 在它之后也不断地修过 根据修缮的资料 我们发现在更早的时期 这座讲堂其实是一座八开间的讲堂 也是一座偶数开间的 但是后来又给它加了一件 形成了今天的九间 所以说偶数开间 在古代的日本 真的并不是一件特别 让人感觉稀奇的东西 很多的建筑都是偶数开间的 那么这个就是大概的 整体的这个西院前栏所呈现出的一个样貌 那么一共有四座飞鸟时期的木构 如果按照飞鸟时期 这些木构所建造的时间和咱们中国的同时代进行比较的话 其实我们中国的今天最早的建筑也没有它 也没有它早 对吧 咱们今天中国最早的建筑是 782年的 武台山南禅寺大殿 对吧 还是要比它晚很多的 比它晚将近100年时间 那么跟它们够匹敌的这个木构建筑在中国 今天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那么除了这个 法龙丝以外 除了刚才那些建筑以外 还有非常多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们大概看一下 那么有一些建筑可能 大家有的时候 可能进了寺院以后就直奔那个最重要的地方 可能容易去忽略 旁边一些其实也挺重要的一些建筑 比如说这个法龙丝的西元堂 我问了很多朋友他都没去过 为什么 因为他在一个很偏的地方 他需要绕过这个 绕过这个西元前来 往后面走 左手边往后面走 走一段路 在上一个坡 上一个台阶 能够看到这座西元堂 比如说还有法龙丝的食堂 这个通常不会忽略 是一座奈良时代的食堂 它以前它是作为四物的一个 办公的一个场所所建造起来的 但是到了奈良时代 后期之后 它就真的变成食堂了 大家不用对于这食堂两个字有怀疑 这个食堂就是吃饭的地方 也就是古代的僧人用餐的地方 所以说这也很不容易 今天我们在国内看早期的寺院里面 已经看不到一个叫做食堂的地方 还有包括这个西市以及钢封藏 钢封藏其实就是寺院的仓库 它是平安时代 都是国宝 这个就是法龙丝食堂的内部 当然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也非常早 大概已经也是估计有将近100年以前 拍摄的一张 拍摄的几张食堂内部的这个照片 食堂内部的照片 当时还是很破败 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也放了几张这个日本的古剑 在修缮之前的这个样子 大家可能看到修缮之前的这个样子会感觉 感觉更舒服一些 感觉这才是古寺对不对 但是其实这样真的好了 对吧 其实还是把它修好了 让它不要有任何的建筑的闪歪 或者是或者是这种问题 才是真正的保护这座古剑 对不对 除此之外 法轮司还有非常多的国宝建造物 比如说四庭时代的南大门 奈良时代的东大门 联仓时代的圣灵院 和联仓时代的东室 东室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室是法轮司僧人居住的地方 僧人居住的地方 虽然它不等于民居 但是它确实是居住功能的 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就是拥有居住功能的一座建筑 从奈良时代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没有变过 这是东室里面的照片 东室的照片我找的不多 至少找到这么一张 里面的照片 摆了一些神刊 当然更多的内容 更多的部分我可能也看不到 展示一下给大家 那么除此以外 还有国宝建造物 法轮司的传法堂 法轮司的东院的钟楼 和最著名的孟殿 孟殿我们会在奈良时代 那堂课当中再会提到 因为它是一座非常重要的 奈良时代的建筑 但是传法堂 稍微提一下 传法堂 它其实也是一座 原本是居住功能的建筑 这座传法堂 以前是日本奈良时代 一个非常著名的天皇叫做圣武天皇 大家如果对于郑苍苑有过了解的话 可能对于圣武天皇这个名字有所接触过 这是圣武天皇的一个夫人 她有很多的夫人 最著名的是光明皇后 对不对 她是皇后 但是除此以外 她还有很多的夫人 其中一个夫人 叫做菊夫人 这是她的姓氏 叫菊夫人 她自己生前居住过的一座 居住型的建筑 那么在后来 这座建筑被移到了法龙寺 作为佛堂来使用 所以说今天她的内部的陈设 不好意思 我没有拿 这个我没有忘记放照片了 今天她在法龙寺 内部她是作为一个佛堂而保存下来 但是她的过去 其实是一个居住功能的建筑 OK 所以说今天法龙寺 留下来的国宝建筑 一共有18座 这里面还不算上重要文化材形式的建筑 所以说没毛病 这座寺院 以及它周围的一组寺院 被打包成为日本的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 没有任何的争议 对吧 我刚才忘记说了 日本跟法龙寺同一时期 同时成为日本的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的 还有这个吉路城 吉路城 就是这个 士庭时代的 到陶山时代的这个城堡 那么 OK 提一下这个人 移动状态 大家可能都听过 这个人对于法龙寺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说法龙寺今天能够如此的著名 除了因为它是一个 日本最重要的 保存最久的 最古老的一座古建筑的寺院以外 那么还跟另外一个人有关 就是移动状态 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了解中国古建筑史的话 也会提到这个人 对吧 因为他跟 我们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位建筑学者梁思成 他们其实 其实是活在同一个时代 虽然移动状态 其实是老他一辈 是他上一辈的人 但是他们其实是活在同一个时代 移动状态之所以 这个人重要 不光是因为 他是最早的 系统性的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 同时 他也是最早的 对于日本的古建筑 进行系统性研究的 这么一位学者 这么一位学者 那么他是1867年生的 1954年去世 那么在他生前 除了研究古建筑以外 还有非常多的作品 比如说平安神宫 大家可能去京都会 去把它当做一个景点 去参观 还有明治神宫 非常的重要 包括今天日本的 东京的驻地本源寺 很多的古建筑 包括还有一些 带有着明显的 殖民主义色彩的一些建筑 比如说 台湾神社和朝鲜神宫 这两座建筑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在二战之后就被拆掉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不到它 但是这些建筑 其实都是当时的 一东中泰的一些建筑作品 很多在日本的一些建筑 还是保留了下来 那么他对于中国建筑史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就是 他写了一本中国建筑史 写了一本中国建筑史 他要比中国的学者 写中国建筑史要早很多年 早很多年 虽然说我们今天 能够在他的书当中 能够看到非常多的 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一些 词汇在里面 但是客观地说 因为他的研究 其实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 研究其实 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说白了其实今天我们在去看 梁先生的著作的时候 其实梁先生当年也是 看着他的著作 最早也是看着他的著作 然后再展开了很多 自己个人的一些研究 那么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一东中泰在1925年的时候 开始写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当然这是建立在 他对于中国的古建筑 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的基础上 但是在1925年之前 他其实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什么事呢 就是他花了非常大的精力 对于法龙寺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当然不光是法龙寺 还包含了法龙寺周围的 其他的日本的早期的寺院 那么他在1893年的时候 在他刚刚开始 这个工读博士的时候 他写了一篇在日本的建筑的研究的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 叫做法龙寺建筑论 在这篇文章当中 有一张非常重要的图片 被很多的学者进行了研究 那么我今天把这张图片也截取了出来 那么这张图片 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出 这个图片里面出现了两座建筑 对吧 左边这座建筑 看上去是一个欧洲的古典的一座建筑 被伊东中泰做了这个注释 叫做伊特鲁里亚神庙 那么右边的是法龙寺中门的一层 我们刚才看到中门 它其实是一座两层的建筑 但它在这里只结了一层 那么它把这两座建筑 放在了一起进行了比较 进行了比较 那么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它其实更多的是 进行比例上的进行比较 其实从体量上来去看的话 其实不应该这样比 对不对 因为法龙寺中门如果说 跟这个伊特鲁里亚式的 这种神庙比较起来的话 它的体量应该远远地小于 一座可能欧洲或者欧亚地区的 这种古典建筑 但是它把这座建筑 把法龙寺中门进行放大了 那么这个伊特鲁里亚神庙 其实它这个这张图 其实并不是一个真实的 一个存在的一座建筑 它是由当时的 在19世纪末 德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 建筑学家叫做森佩尔 森佩尔它依据文献的记载 所复原出了一座神庙建筑 复原出了神庙建筑 它的复原来源是 维托鲁威的关于西方古典建筑的 一个文献 那么基于文献 它想象了伊特鲁里亚式的神庙 可能是什么样 那么伊东中泰在19世纪末的时候 它其实并没有到过欧洲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它选取这张图像 其实它应该是参考了 这个森佩尔的书籍之后 从中抽出来了一张图 而把这张图跟法龙寺建筑放在了一起 为什么 它要把法龙寺的建筑 跟欧洲的古典建筑放在一起 其实这是跟当时的这个 社会背景 有着非常深刻的原因 在19世纪末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很显然 一百多年前 积贫积肉的中国 在面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茫然 其实非常茫然 但是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去确定 在当时的大洋彼岸在日本 当时的日本经过了几十年的明治维新之后 已经成为了当时东亚地区最 怎么说呢 无论是从经济军事 还是从文化上最强势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 其实 这个 移动状态 一直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这种思想的影响 使得它在它的建筑的研究的过程当中 一直开始追寻着 所谓当时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大国 崛起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它希望说 能够让日本的建筑 也能够跟西方的建筑一样拼起平坐 当时的日本 无论是在军事上 还是在经济上 伴随着托亚入欧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都开始尝试着去跟西方的这些所谓的列强 进行分庭抗礼 而 移动状态 其实在对于它的古建筑文化的研究的 整个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深刻的 有着这样的一种烙印在里面 所以说移动状态一直有一个理想 它的理想是什么呢 它一直希望说 能够从日本的古建筑当中 能够寻找和当时的欧洲最经典的 西方的古典建筑之间的某种DNA上的联系 那么因此它做了这样的一张图 将日本的古建筑跟西方的古典建筑 进行在一起进行对比 当然 移动状态它其实并不否认 日本的古建筑和当时中国的传统建筑之间的联系 但是它其实在它的著作当中 它更想去尝试去 对于西方的建筑之间进行某种连接 那么通过这样的连接 移动状态希望能够将 法龙寺这样的一座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寺院 定义成为当时的东亚建筑当中的 最重要的某种符号化的东西 那么因此 这个移动状态也是最早的研究 法龙寺的这一部分学者之一 当然在移动状态之后 很多的日本学者 包括观眼神等等很多的学者 都对法龙寺进行过研究 但是最早尝试去将 这个法龙寺的 尤其是金堂和五重塔 去进行他的定位 其实就是移动状态他本人 所以说 这个是法龙寺最早的 他的研究 那么 法龙寺是谁建造的 这是一个 刚才其实已经回答过的问题 答案已经明显了 那么就是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 我今天在旁边列了一张图 这张图大家可能会一开始看不懂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张特别好的图 为什么呢 今天的日本的 大多数的跟历史相关的数据当中 都会有这样的图 来去帮助大家理解 在那段时间 日本的天皇内部 或者是其他的大的士族内部的各种亲戚关系 这张图怎么读呢 这张图怎么读呢 两边用横线所连接起来的 通常代表的是夫妻关系 或者是天皇和皇后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二十九 大家看到了没有 旁边二十九 是清明天皇 两边的名字是时机和苏我兼言员 这其实是他两个夫人 那么在两个人中间 连出来一条线 向下代表着他的后代 大概这张图是这么样的看法 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说能够看懂这张图的话 以后我们看任何的日本历史相关的这种书 其实都不会特别难懂 因为一下就捋清楚了 所以说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历史书上特别缺这种图 因为我读历史 我觉得我每次最头晕的就是搞亲戚关系 亲戚关系让我特别晕的一件事 所以说日本的书上当中 一直持续地用这张图 来去理清楚当时的各种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圣德太子就是在这张图的最下面 大家看到了没有 对吧 圣德太子就是在最下面 那么在最上面写了一个中间啊 写了一个清明天皇 清明天皇 清明天皇是日本的第二十九代天皇 这个天皇特别牛 为什么呢 因为他生了很多孩子 这些孩子最后很多都成了天皇了 对吧 我们看到清明天皇跟这个叫做时机的这个女人 生了一个孩子 成为了闽达天皇 是日本的第三十代天皇 清明天皇跟苏我盗墓的女儿叫苏我建元元 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叫做推骨天皇 一个叫右鸣天皇 也成了天皇 那么清明天皇跟苏我盗墓的另外一个女儿 叫做苏我小子君 又生了大概三个孩子 那么这三个孩子当中 其中有一个成为了后来的崇敬天皇 所以说这一个天皇生下来了 这么多孩子里面有四个成为了天皇 而圣德太子 就是其中的日本的第三十一代天皇 用明天皇 和这个另外一个相当于是近亲结婚了 近亲结婚了 另外一个叫做血碎部奸人皇 你的名字特别拗口 生下来的孩子 那么叫做圣德太子 其实圣德太子 其实本来是有机会能够继承当时的皇位 但是呢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最后没能继承上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上一辈 也就是推古天皇太能活了 活得太久了 把他下一辈的人全部都给熬死了 他还没死 所以说圣德太子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失去了做上位的机会 那么圣德太子 在他的时代 其实是日本的第三十三代天皇 也就是推古天皇的时代 推古天皇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女皇 咱们中国其实只有一个女皇 对吧 严格来说只有一个女皇 就是武则天 但是在日本历史上 女皇特别多 女皇特别多 但是推古天皇通常来说 是官方认定的第一个 官方认定的第一个 那么推古天皇 在成为天皇的时候 圣德太子是作为摄政 来去辅佐 当时的推古天皇 来去治理这个国家的 那么 那么法龙寺是在什么时候建造的呢 那么我做了这样一张图 能够让大家清楚地理解 说法龙寺大概是 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环境下建立起来的 在公元593年的时候 圣德太子开始摄政 那么我们通常会把圣德太子 摄政的这一年 称之为飞鸟时代开始的那一年 那么在公元601年 圣德太子离开了飞鸟 离开了飞鸟 于班鸟地区建立了班鸟宫 那么班鸟地区就是哪 班鸟地区就是今天 法龙寺建造的这个地方 今天这个名字还保留了下来 今天如果我们说到法龙寺参观的话 那个地方叫做班鸟厅 厅就是一个田子旁 一个钉叫做班鸟厅 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地方 就叫班鸟地区 建立了他自己的一个行宫 叫做班鸟宫 那么在公元605年的时候 圣德太子就住到了班鸟宫里面 在607年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是佑明天皇 为他的父亲起伏 建造了法龙寺 我这里加了一个旧字 是因为跟法龙寺后面的烧毁 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公元622年的时候 法龙寺 这个圣德太子就去世了 享年大概49岁的样子 在公元643年的时候 太子一族他的儿子 山北大雄王在法龙寺 自尽 所以说前面才会有那样的一个 非常邪乎的推论 就是法龙寺的后期的建造 是为了封愿他 后代的这个所谓的愿灵吧 那么在公元645年的时候 日本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说过 叫做大化改新 日本开始进入到了一个 全面地向唐朝学习的 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说大化改新 其实有点像是 其实就是一次改革 那么在公元663年的时候 当时的飞鸟的朝廷 和唐朝的军队在白江口 进行了激战 日军大败 所以说在此之后 日本进一步地开始 就不断地向唐朝继续学习 那么在公元668年的时候 天治天皇继位 新的法龙寺 新的法龙寺 天花上的木材砍伐的时间 那么在公元670年的时候 旧的法龙寺烧毁 这是一个结论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在公元670年的时候 法龙寺被烧毁了 那么在668年的时候 新的法龙寺 是它上面经过的 这个木材的年轮鉴定法 它天花板上的 木材砍伐的时间 所以说 经过今天这个表 大家能够发现个问题 就是其实 这个法龙寺天花板上的 木材砍伐的时间 和旧的法龙寺烧毁的时间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 先留一留 我们后面再说 685年的时候 法启寺的塔建立了 那么 693年的时候 天皇 为法龙寺 施入了金台 盖和杖 石董天皇是为哪座寺院 施入了金台和盖和杖呢 它其实是为了 后来又重建的法龙寺 你看这座寺院 法龙寺 在670年烧毁了之后 那么 在693年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 天皇为法龙寺 这次失入了杖和盖 这件事 说明新的法龙寺在建造的时间 一定早于693年 对不对 它一定是在公元670年之后 在693年之前所建立的 那么 后面就不说了 在公元706年的时候 法启寺 他装了路盘 711年的时候 中门 法龙寺中门那儿建立了新的金刚力士 那么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为什么这件事很有趣 因为 在过去的100年里面 在日本的古建筑的学界 一直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论 就是 今天我们在法龙寺 参观的这座寺院 到底是烧毁之后重新建了 还是说 它其实没有被烧毁过 它就是以前的 当然我这儿只是把结论放出来了 这是今天的结论 但是在过去的100年里面 大家是没有这种 高科技来去鉴定 一个木材的砍伐的时间的 在没有高科技的年代 这件事其实是说不清楚的 所以说 在日本学界 一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争论 叫做 法龙寺再建与非再建论 其实就是 法龙寺重建与非重建论的争论 这个争论一直到今天 或多或少的都存在 所以说 法龙寺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呢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法龙寺没有被火烧过 对吧 他就是公元607年 圣德太子为他的父亲 佑名天皇祈福而建造的 那这就牛了 牛在哪 607年的时候 唐代 唐朝还没建立 对不对 唐朝是公元618年建立的 那么假如说 法龙寺是607年建立的话 那么这个建造 建造时间 就有相当于中国的随代 那么这就说明 今天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 相当于随代的时候 建立的木结构建筑的资源 这个就很不得了 那么假如说 法龙寺是在670年之后烧毁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 法龙寺大概他的建造时间 是在相当于中国初唐的时候 那就比之前所论定的 这个607年的时间 大概要晚了 大概七八十年的时间 那么到底是什么时间 因为隔了七八十年 不是隔了一两年 这是隔了很多 所以说关于这个法龙寺 到底什么时代建造的 一直在进行讨论 所以说 我看了非常多的资料 从头炒到尾 你说这个 我说那个 你说这个我不认 我说那个你不认 那么大家到底说了什么 我今天大概举了一些例子出来 那么最早记录 法龙寺被烧毁这件事 是在什么 是在哪记的呢 是在日本有一本写于公元八世纪 出的一本书叫做日本书记 在这本书记上 这本书上呢 记录了非常多的 跟法龙寺相关的资料 其中写到一句话 叫做 天之天皇九年六百七十年 这一条上写的 叫做夜半之后 灾法龙寺一屋无余 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加判断的话 看上去似乎真的少了 写的没有问题吗 半夜 火灾 烧的一尖都不剩 但是呢 在明治之前 也就是在一九零五年之前 日本的学界就已经开始 对于这日本书记上 想记录的这件事啊 产生了争议 那么其中 以坚正有和黑川真爱为主的 这个论断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必须相信日本书记中 天之天皇九年的记载 西约前来 一定是天之天皇九年之后建造 我们一听到必须相信 就会里面带着非常鲜明的某种教条主义在里面 必须相信 其实我们知道史书当中其实记载的很多东西 还未必真实 但是这一拨人呢 他是完全相信的 就是一定烧光了 一定烧光了 今天你们满门票参观的这个景点 还是后来见的 具体是什么时候见的 可以再讨论 但他一定不是之前的那一个 那么 但是呢 是以一东中太和观也真为主的 这个学者呢 认为法轮寺 今天看到的就是以前那个 没有被烧 无论是从他的里面的佛像 还是从他的建筑的外形 从他的各种各样的角度 都能够看出来 他绝对不是天之天皇九年之后建造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天之天皇九年的时候 日本已经经过了大化改新 也就是说 他已经经过了国家的改革 已经开始全面的向唐朝学习 那么假如说按照唐朝学习的话 他的建筑风格应该更像是唐代的建筑的风格 对不对 然而今天法轮寺所表现出的建筑风格 却跟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唐代的建筑风格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他们认为完全不可能 一定是老的 不可能是新的 但是当时大家资料有限 各种各样的方面的技术条件也好 都很有限 所以说呢 他们的争论也紧紧的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层面 没有办法再继续深入下去 但是呢 我们通过照片能够看出来 确实 法轮寺今天内部 无论是从壁画到造像到等等的 各式各样的遗存的形态上 让我们发现一些似乎不太对价的地方 比如说 法轮寺今天经堂当中 传说最老的飞鸟造像 和法轮寺经堂当中的壁画 一看就不是同一个时代的 对吧 法轮寺经堂当中的壁画 经常有学者拿他跟敦煌的唐代壁画进行比较 并且其实特别的像 对不对 一看就是唐代的 这个菩萨这个佛 但是法轮寺经堂当中的主尊佛像 却表现出非常鲜明的南北朝时代的特色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很蹊跷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看法轮寺飞鸟时期的这个斗拱 我特意用了一张老照片 但是现在有点后悔 因为用新照片的话 不是看得更清楚吗 但是我当时做BBT的时候 也不知道再想什么 我就用了一张老照片 但是看得也还行嘛 经堂上所表现出的这种 如云朵形状的斗拱 这是在今天唐代的建筑当中 决然看不到的形态 我以前在讲法轮寺相关的讲座当中 我可能会拿一些跟汉代的陶楼名气当中的图像 来去跟它进行比较 但是我今天不放那个图片了 因为我觉得太牵强了 其实我今天 网友的评论有多好想 您是一条大新贸的视频 汉代的魏晋时期的建筑图像 拿它来去跟法轮寺 这个去比较的话 无论如何都是牵强的 所以说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算了 我就不放了 我还找到了很多 这个法轮寺的 这个建筑上的构建 所以说这个云朵的图像是 大量存在于法轮寺金堂 和五重塔和中门等等的 这上面的斗拱上的 这些东西在今天中国的建筑上 其实找不到 但是我们推测 它可能来源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建筑特征 南北朝时代建筑特征 只是今天南北朝时代的 木构建筑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判断 它到底是哪里来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 观野真和一东中态 他们的论断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它确实不像是 在接触了唐代文化之后 所建造出来的东西 虽然它的壁画有点像 但是壁画是在墙壁上的 对不对 墙壁是可以去掉 再重新画的 对不对 所以说 但是从经堂的主尊佛像来去看的话 它应该就是那个老的 因此 真正的讨论 关于真正的法龙寺 经堂建造时间的讨论 是从明智38年1905年之后开始的 我立举了双方的观点 反正都是你争我抢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会说几个比较主要的观点 因为内容比较多 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好吧 我就说几个比较主要的观点 那么 首先第一个 观也真的观点非常重要 观也真说什么呢 他说的是法龙寺建造的这个尺度 他用的是早期的尺度 我们说一座建筑在建造的时候 它必须得有一个前期的规划跟构思 对不对 那么在古代建造一个建筑的时候 通常都会用到一个长度单位叫做尺 而在日本飞鸟时代的早期所用的尺 叫做什么尺呢 叫做高丽尺 在公元645年日本大化改进之后 观也真认为 那个时候高丽尺已经费用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有的更先进的叫做唐尺 被引进到了日本 而经过他对于法龙寺棋栏 里面的建筑物的 这个所谓的 丈量之后 发现法龙寺今天的 无论是金唐还是五重塔 他所用的尺度规范叫做高丽尺 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一定是老的 他不像是645年之后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说他是重建的人 他的理论就不太站得住脚了 那就硬聊呗 说的是高丽尺的使用下限 不一定是645年了 645年之后 虽然从制度上来说 已经废掉了这个尺 但是很可能在很多的建筑上还在用 但是很显然我们会发现 关野真这个时候是相对来说比较占上风的 对不对 那么 还有一点更占上风 你不是说法龙寺被火烧了吗 我们在勘察法龙寺的前来的时候 没有发现任何火灾的痕迹 你凭什么说火烧了 难道仅仅是人因为史书上说了他烧了 你就认为他烧了吗 对吧 无论是史书还不是史书 你得尊重事实 对不对 没有发现任何火烧的痕迹 对吧 所以说还是关野真 这拨人比较占上风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这个认为他从建的人 说这个670年火灾的时候 这个佛像确实是老的 但是呢 火灾的时候 这个佛像是被失了火的时候吗 是被突然抢救出来的 那么抢救出来的佛像 被安在了今天新盖的寺院里面 后来新盖的寺院里面 所以说你们能够看到 说这个壁画是新的 佛像是老的 是因为之前失了火了 那么佛像被抢救出来的原因 但是呢 反方认为 火灾的时候 佛像你能够搬得出来 上面的天盖 你还能搬得出来吗 你来得及吗 失了火的时候 因为佛像 那时候佛像不大啊 几个人一抬 说不定就抬出来了 但是在佛像上面 还有一个巨大的盖子 它是悬在建筑的天花板上的 我今天没放图片 但是这个天盖非常的古老 一看就是飞鸟时代的 你也能搬得出来 所以说今天佛像跟天盖都是老的 所以说它不可能失过火 它一看就是以前的 这是早期的观点 双方论战很有意思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但是到了1905年的时候 我为什么说 关于法龙寺到底是什么时候建的 他的讨论的分水岭 是在1905年 是因为在1905年的时候 在考古发掘过程当中 在法龙寺的边上 也就是你看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 西院金堂 对吧 西院前蓝 对吧 在西院前蓝旁边 竟然发现了一处寺院遗址 这座寺院遗址被起了个名字 叫做若草前蓝 叫做若草前蓝 那么在若草前蓝 发现的时候 整个的讨论 被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为什么 因为这座若草前蓝 在发掘过程中 发现了大量的被火灾烧过的痕迹 整个全部被烧毁了 就在法龙寺 这个旁边一点点 这一下 史书上的东西 得到了印证 确实在这个地方 以前发生过大火 而这个大火 极有可能就是在 公元670年的时候 所以说 从刚才的那个论战当中 我们能够发现什么问题 在刚才的论战当中 说他是老的 没重建过的人 占了上风 但是突然发现了一座寺院 这一方突然就不行了 突然就不行了 整体的这个 法龙寺的重建的这个 论述的这个天平啊 又导向了重建的那一方 重建的那一方 于是 于是又发生了 1905年之后的争论 这次争论很有趣啊 日本书记当中 关于法龙寺被烧过的记者 大家都承认了 确实烧过 这个毋庸置疑全部烧过 那么 对 但是这里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烧过 为什么 今天的法龙寺 跟之前发现的寺院的遗址 不在同一个地方呢 烧的到底是哪一个 所以说对于 这个法龙寺 这个非重建论的 这个观点啊 他认为啊 说烧的就是另外一个寺院 我这个 我这个现在这个 你们买票参观的这个景点啊 还是以前那个老的 没烧过 对吧 他们不在同一个位置 你随便你挖 你挖的怎么样 反正我那个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就是那个没被烧过的 他还是老的 所以说对于非重建论者 他已经并不关心现在的法龙寺 和文献记载上的那个法龙寺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寺院了 他只关心今天这座寺院 他有没有被烧过 对吧 逻辑上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 关于重建者呢 他说 这个 烧毁的寺院 是这个班鸠宫的班鸠寺 但是今天的西院呢 叫做法龙寺的这个寺院呢 是作为其复兴 被重新建立起来的 另外一座寺院 重新建立起来的另外一座寺院 但是 重新的 重新建立 是建立在之前那座寺院 被烧毁的基础上 烧毁的基础上 那么 所以说好像似乎 虽然天平 还是 天平到了重建的这一方 但是呢 似乎还是 有一些争议在 对不对 还是有争议在了 对不对 直到 法龙寺 年轮年代测定的开始 这个问题 才逐渐的有了答案 就是我们刚才那张表上 时间桌上写的那件事 法龙寺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进行了年轮年代测定 什么叫年轮年代测定 大家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 古代的寺院 都是木结构的寺院 对不对 木结构的寺院叫砍树 树 每一年都要在它的外部 一年长一圈年轮 对不对 所以说树才会越长越粗 对吧 当我把这个年轮 把这个树啊 砍掉之后 是不是年轮就停止生长了 对吧 所以说本来一年长一圈 我砍了之后 这个年轮就停止向外 再进一步扩大了 那么在古代 可以说不在古代 在就这么说吧 在古代 每一年的气候的环境 都会不一样 因为每一年气候的环境 不一样 导致了每一年树木生长的 年轮的宽度粗细大小 都会有所不一样 因此在比较 古代同一时期 不同树木样本的年轮的时候 其实是能够发现 大概在同时期的 不同树木的年轮生长状况 是有相同的规律的 比如说它们的宽度 比如说它们的宽度 间距大小 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规律 那么这样 当我拿法龙四的木材的年轮 跟日本同时期 也就是七世纪的 同样的树木木材的样本 进行对比的时候 我就能够去判断 这颗树木死亡的年限 大概在哪一年 这就是大概年轮年代测定法的 一个基本的原理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 年轮年代测定法 我们发现 法龙四 这颗斗拱的 树木的死亡时间 大概是在公元661年 这个天花板 树木 这颗天花板上的木材 它被砍伐的时间 因为它砍伐的时间 就是树木死亡的时间 是在公元的669年 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说明了什么问题 首先第一个 砍伐的时候 这个寺院一定没造好 对吧 我不可能砍的时候 这个寺院已经造好了 对吧 所以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 法龙四的建造时间 一定是在669年之后 第二 有没有发现个问题 在日本书记上记载 法龙四的670年 在被烧之前 就开始砍树了 我怎么知道 它要被烧掉 在烧毁之前 这个树木就开始被砍了 很奇怪 对不对 它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它有预测 肯定不可能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的时间 这个也是天花板上的时间 它的砍伐时间 是668年左右 当然这个是 1201年 是后来赌的 我们说为什么 古建筑 在测定年代的时候 要优先测天花板 因为天花板 通常是古建筑 在即将完工的时候 最后被安装上去的 所以说天花板 被安装的时间 更加接近于 这个古建筑 最终完成的时间 所以说如果说 我们测了天花板 的木材的砍发时间 这就意味着 它跟这个建筑 建造的时间 是最为接近的 你就像装修一样 你先运装 再软装 你不可能先软装 对不对 所以说软装的时间 是比较接近于 这个建筑的 最后的时间 所以说 法龙寺 现在的金堂 为什么会在 670年之前 就开始砍木头 这个说不太清楚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今天这个法龙寺金堂 一定是后建的 一定是后建的 它可能因为 某些原因 在670年的时候 它需要建一座寺院 可能是因为 已经说不清了 已经说不清了 好 很奇怪 OK 你看 650年砍的柱子 650年砍的柱子 天花板 也是天花板 这是它的顶势 向上砍 仰势的图 669年 这是一个谜啊 我们基于这个问题 展开了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猜测 其实有一种可能性 真的是因为说 今天我们看到的 法龙寺 跟当时的法龙寺 它就是两座 不同的寺院 两座寺院 因为不同的原因 被建造起来 因为之前那个寺院 还在 所以说我在建造 今天的法龙寺的时候 不可能占据 之前的位置 所以说建了一个 新的寺院 但是在新的寺院 正在建造过程当中 旧的那座 所谓的法龙寺 正好因为各种各样的 原因烧毁了 才使得我们今天 看到的这座寺院 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是一种今天的猜测 为什么日本人 一直纠结着 老在算这个寺院 什么时候建的 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纠结了一百年 正是因为这座寺院 对于日本来说太重要 这是日本最重要的 一座寺院 所以说对于他的研究 可以说是非常深入的 非常深入的 细到小到 一个木头 一个栏杆 都在进行研究 就是这么的细 这个是法龙寺五重塔 的年代的测定 法龙寺的五重塔当中 其中有一颗星柱的砍伐时间 早到了公元594年 这更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了 他的砍伐时间早到了 比之前那个607年 还要再早的时候 对吧 那他是哪来的 为什么在公元594年的时候 就要砍一根 这么大的树 当然他是拼的 当然他是拼的 来去为五重塔做准备呢 所以说有很多的猜测 有人传言说 这个法龙寺五重塔 它其实是从另外一座寺院 所移过来的 移过来的 不能说是完全移过来的 但是可能是在飞鸟时代的 早期的一座寺院 有人猜测它是橘寺 上一堂课 我们讲飞鸟时代 飞鸟地区 我们提到了叫做 圣德太子诞生的那座寺院 叫做橘寺 有人猜测 在后来建 这个新的法龙寺的时候 是把圣德太子诞生地的那座寺院的那个塔 给移到了今天的奈阳 班纠厅这个地方 重新建了五重塔 这当然只是一个猜测 没有任何的证据 能够去证明这一点 所以说谜团真的非常多 很多事情今天已经说不清楚了 再看这个法龙寺中门建造的年代 这个木材的年代 685年 678年 说明什么 中门建造的时间要比其他的几座建筑 建造的时间要晚很多 到了685年的时候 很多木材才被砍发下来 那么我们前面大概讲一下 这个关于法龙寺的 这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法龙寺 他建造的时间的种种的猜测 对吧 OK 这里还有一张表 刚才没来得及 没来得及 这个 放出来 所以说这是一个总表 这个总表上就大概罗列了一下 就是不同的一些 建筑上的一些布材 他的这个年轮年代 测定之后的一个最终的时间 那么刚才的一些猜想 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在这就不继续再去说各种猜想 但是总之我们能够看到说 其实法龙寺 今天我们看到的法龙寺 一定是在 这个670年左右的 才建造的一个 一个木构的 寺院的建筑群 它一定不是607年的 那个 所谓的法龙寺了 那么OK 这个是1934年到1985年 法龙寺大修过程当中的 记录的照片 这也是我看到过的 可能是最久的一次维修了 当然这个维修 它不是每天都在 干修这件事 这个过程当中还包含了 对于法龙寺的 不同的建筑物的 这个调查 还包括了里面的一些防火设施 等等所有的东西 在这个里面 但是它持续的时间 确实确实非常的长 确实非常的长 这1985年不是我自己瞎编的 确实就是这样啊 就是感觉到非常的夸张 那么在当时修建 这个修理这个寺院的时候 外面整体 搭了一个木架子 包括五重塔 外面也搭了这么一个架子 作为这个维修的施工棚 这个是五重塔 当时维修的时候 外面的这个工棚 非常的巨大 非常的巨大 这个呢 是五重塔 已经把上面的四层 全部都拆掉了之后 仅仅剩下下面第一层的时候 这个工棚缩小了 当时的一张照片 给大家也看了一下 但是很不幸的是什么呢 很不幸的是 法轮寺经堂 在1949年的时候 遭遇了一场火灾 遭遇了一场火灾 所以说也是当时的 非常大的一件事吧 震惊 当时日本全国的一件事 一层被烧了 二层没有被烧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失火的时候 二层已经被拆掉了 二层已经被拆掉了 不在 所以说二层没有被烧 一层里面的佛像 也被移出去了 也被移出去 所以说佛像没有被烧 但是一层所有的木结构 还有壁画 全部被烧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到法轮寺 去参观的时候 一层的所有的这些柱子 梁啊 这些斗拱啊 这些东西 全部是新的 全部是新的 右边这张照片非常的 让人感觉很惋惜 这是当时的寺院的住持 站在失过火的寺院里面 面对着被烧焦的壁画 拍了一张照片 而这个壁画也是日本最早的寺院壁画 所以说法轮寺啊 这个里面 要佛像 那就最早了 要建筑最早了 要壁画 也是最早的 很可惜壁画被烧了 那么这些壁画虽然被烧了 但是呢 他们没有完全的毁灭掉 所以说日本在去 这个说这个失火的时候 这里好像没有 这里提到了叫全烧 这两个字 其实并没有被完全烧掉 其实它是被烧损了 而不是被烧 完全烧毁了 那么 烧毁的东西长什么样呢 图很多 大概罗列了两三张 这个就是 被烧损之后的 这个佛像 当然它是一张黑白照片 那么 这个呢 就是被烧之前的 依稀还能够看到颜色 但是被烧过之后 所有的颜色 基本上已经看不太清楚了 看不太清楚了 那么 所有的木构 被烧坏掉了 木构 还保存在今天 法轮寺的收藏库里面 被保留下来 但是这个不能参观 不能参观 所以说今天我们去 法轮寺的话 看不到这些 所谓的真正的 飞鸟时代的这些木结构 已经被完全烧黑掉了 包括两边的壁画 被烧坏的壁画还在这儿 还在这儿 被保存起来了 那么 当时也有很多的方案 也有很多的方案 说是不是要把这些木材 修一修 再装回去 但是发现基本上实现不了了 实现不了了 所以说 才重新又新做了一层 那么再把二层再叠加上去 成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法轮寺金唐 的这么一个样子 所以说呢 这里也回答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法轮寺金唐到底 保存下来了多少 飞鸟时代的一构 保存下来了多少 按照这样的一个感觉来看 应该是没多少 所以说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是20%到30%左右 大概还有这么多 是飞鸟时代的 那个原方未动的木结构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新的 这也是回应了之前很多的大家的一个疑问 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 法轮寺里面除了金唐以外 还有其他的木构在 那么这些木构 那么对于早期的木材的保存的程度 大概是什么样呢 这个是回廊 这个是回廊 当年在修的时候 屋顶上的瓦片已经全部被卸掉了 卸掉了 那么回廊的木材保存情况大概是这样 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结论是什么 回廊今天大概保存的 当初的 你看 当初的 木材 总计大概比例是在23.6%的样子 那么你看 这一树 这一树列大概是 你看 这是梁 这个是斗拱 这个是刹手 这个是他的这个船子 这都是用日本的这个术语来去写的 这不是中国的术语 那么大家看不太明白 那么 这里呢 是他的年代 中式代表的大概廉仓时代 然后这个市厅时代 然后江户时代 大正时代 那么底下就是他的总计 大概是23.6% 所以说 我看了所有的资料 我看了所有的资料 今天法龙寺 无论是中门 还是五重塔 还是金唐 还是灰狼 对于飞鸟时代 木材保存的比例 大概都在23%到30%之间左右 所以说大家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说 这还算是飞鸟了吗 就剩这么屌了 你怎么不说他是星呢 但是我想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因为古代的木构建筑 历经了一千多年 到今天一定会经历历朝历代 不断的修缮 一个木构建筑 如果说你一百年不管它 它一定会塌了 一定会漏雨 一定会走陕 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 所以说每一个时期 都会对它进行不同的木材的替换 我们今天可能在古建筑修缮的时候 一定会遵循着某种必要的规则 就是修旧如旧 尽可能的多的去利用古代的旧的材料 对不对 但是在古代你想想看 五百年前 举个例子 五百年前修的时候 不会那么讲究的 有一个木头可能坏了 有点问题 它也许就换了 对吧 也许就换了 那也许这次维修可能预算比较多 我可能多换一点 也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说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只剩下这么多 只剩下这么多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中国其实也会发生 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任何一座古代建筑 无论是宋代的元代的和经代的 它都绝对不可能是百分之一百的 宋代元代或者是经代的木构 这个也是过去 在行坛进行过讲座的 一个咱们也在杭州的一个专家老师 叫周淼老师 他当年做了一个苏州虎丘二山门的骨材 保存情况的一张图 那么这张图是我从他那要过来的 也是对外公开的已经发表过的一张图 所以说我就要过来了 那么虎丘二山门 现在目前官方的定义是一个元代的建筑 但是你看一看 这里面元代的木构还剩多少 我觉得好像似乎有点比较少了 里面棕色的是元代 那么紫色的是青代的 那么黄色的大概是明代的 甚至里面还有一些宋代的构建在里面 被用红色跟绿色所标了出来 所以说一座古建筑 它里面一定会杂揉着不同时代的构建在里面 这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好吧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 是关于法龙寺这座建筑群当中 所保留的古老的木结构的信息 为什么今天我们中国的爱好者 或者是中国的古代建筑 木构建筑的这样的一些研究者 学者也要去研究日本的古建筑 韩国的古建筑 这是因为今天中国的古建筑 木构建筑它的上限大概就在公元八世纪了 再往上咱们看不到 如果说要研究八世纪 或者是八世纪以前的建筑的话 我们必须得从壁画石窟 出土的这个墓葬当中的文物当中 去寻找跟建筑相关的材料跟信息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在行坛做了一个讲座 讲的是唐和唐以前的建筑图像 那么在里面也引用了非常多的日本的材料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木构建筑里面 因为它建的比较早 并且它更多的存古度会很高 所以说日本的古代木构建筑里面 保留了非常多的我们今天在中国可能已经看不到的建筑图像 但是同时这些建筑图像是能够代表中国更古老的时候的那个建筑到底是怎么做的 的这样的信息在里面 所以说法轮司的很重要 我们如果读懂了法轮司 我们如果能够深入的研究法轮司里面的这些有趣的图像和元素 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中国唐代隋代 甚至隋代以前的中国木构建筑可能是个什么样 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法轮司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我这里面想举例几个我们能够看到的有趣的例子 有趣的例子 好吧 但是例子太多了 一次讲座一定讲不完 所以说我拎了一些有代表性的 我从来就没讲完过 我从来就没讲完过 所以说我今天换了一些以前没讲过的 就上次讲过的我就不讲了 我讲一讲 我讲一讲上次过去啊 其他的讲座里面没讲过的 首先第一个人子拱 大家如果看过敦煌壁画的话 一定会对人子拱这种斗拱的结构非常的熟悉 今天在中国任何一座现存的木构建筑上 都没有都找不到人子拱了 我们在石窟里能找得到 在壁画里能找得到 但是建筑上找不到 无论是佛光寺东大殿还是南禅寺大殿上都没有 但是法龙寺上有 虽然 法龙寺的人子拱是江户时代 也就是相当于中国清代的时候 维修的时候替换上去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法龙寺这座建筑上出现的人子拱啊 不意味着它是飞鸟时代的人子拱 它其实是相当于咱们中国清代的时候 在维修法龙寺的时候替换上去的一个人子 但是日本人就是这么的这个不会不会变啊 真的不会变 他们在新换上去的时候 它还是按照以前老的样子去换 所以说 虽然它是一个比较新的 但是我们相信在法龙寺经堂刚刚建造的时候 它的二层的这个栏杆 它的学名叫勾兰 应该就是这样 应该就是这样 它非常的珍贵 但是呢 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法龙寺这种勾兰 在咱们今天中国几乎看不到 咱们今天中国看到的更多的勾兰 在敦煌壁画当中 大量出现的是左边这种 我们称之为单勾兰 而法龙寺这种底下多了一层 一般称之为重开勾兰的这种做法 今天找不到 敦煌壁画我已经翻烂了 一个都没有 所以说我不信这个邪 我相信中国一定有 日本人在那个时候还编不出来这种东西 还编不出来这种东西 所以说我相信这个东西一定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我还查了很多论文 但是很少有论文去论述这么小一个构建 这是很少去这么干的 于是有一天 我到了四川 我在四川穷来的石笋山石窟上 找到了跟法龙寺金堂上 几乎一模一样的做法 这是我2020年到四川旅行的时候 发现 诶 竟然在中国的西南地区的石窟上 竟然找到了跟法龙寺金堂上几乎一样 而这个石窟其实是一个唐代的石窟 这是一个让人极为感到有趣的一个点 OK 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法龙寺金堂上无论出现什么样的东西 我相信它过往一定在中国出现过 只不过我们今天可能看到 或者是说它藏在某一个很隐秘的角落里 在等待着谁谁谁去发现它 OK 我们再来看一看法龙寺金堂上的 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部件 日本的学者称之为蛇 而中国从来没有人研究过它 当然有论文 有过一个论文 有过一篇 有过一篇 那么 是这个北大的一个学者 一个老师写的 他是看过日本的大量的材料之后 写了一篇这么个东西 那么中国人从来没有对 这个小小的凸起的东西进行命名过 所以说这个称之为蛇的东西 是日本人的命名 因为它长得很像有点舌头的这种形状 所以说命名为蛇 它出现在哪呢 它出现在法龙寺金堂的这个云拱上 在底下浅浅的刻了这么一道 其实你说它有什么意义吗 它有什么结构意义吗 它有什么宗教内涵吗 我认为它没有 它没有 它就是刻了这么一道 那么它最晚出现在 奈良 奈良时代的药师寺的东塔的这个滑拱上 也有这么一套东西 在今天中国的木构建筑上 很显然已经看不到这个东西了 后来我看了这个老师的文章 发现在中国还有 还有 在哪有呢 在汉代的建筑上有 在汉代的建筑上有 中间这张图 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不是我拍的 这是网上截的 而且我找不到清晰的照片 这是在汉代的汉墓当中的一个 一个 一个类似于这一个柱子上 两边的斗拱上 出现了这种形态 那么中间这张图呢 是我在这个山东济南的山东省 博物院上的里面的一个东汉的画像石上 发现了在东汉的斗拱的旁边 出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结构 这个呢 是在今天山西太原的山西省博物院的 一个北魏的叫做宋少祖墓石棺的斗拱上 也看到了这么个做法 唐代的上面没看过 但是在唐代的以前上面 看过这个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 它可能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可能在东汉的时候 它可能是斗拱下面的一个小小的垫墓 但是最后它退化了 不断的退化 退化成为了一个隐刻的这么一条线 可能是这样 中国只有在这里能够看得到 当然不止这么几个地方 大概有十几处 但是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汉代的图像上才出现的 但是在法龙寺上看到了15 这就是法龙寺比较厉害的东西 厉害的地方 它保存了今天中国可能 已经很难找到的这些古老的图像 我们再来看一看法龙寺的人字插手 这是一个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东西 对不对 每次我们讲人字插手的时候 我们必须会提到梁思成先生 当年发现佛光寺的那个感人的故事 对不对 梁思成先生发现佛光寺的时候 他一个人爬到了佛光寺的这个草架 也就是屋子的天花板的上面 看到了佛光寺巨大的人字插手 这个人字插手代表了唐代建筑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字插手的特征 在南禅寺上 这是老照片啊 我特意找了一张老照片 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些不一样的照片 在南禅寺上面也出现了 而在法龙寺的回廊上也出现了 但是这不是我要说的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其实它不一样对不对 它其实不一样 佛光寺和南禅寺的这个插手 它是这个插手和这个拱是搅合在一起的 大家能看出来吗 中间是搅合在一块的 而法龙寺的插手 是插手上面托着这样的一个抖拱 它们俩之间通过一个抖分开了 是一个承托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搅合的关系 但是今天这种东西 在国内现存的木构建筑上找不到 但是我不信这个鞋 我就使劲地找 拼命地找 每天地找 后来给我找到了 我在哪找到了呢 我在敦煌的壁画上找到了 在敦煌中唐渔林窟 第二十五窟的人字大插手上面 找到了跟法龙寺今天人字插手上 一模一样的做法 仅此一例 没有第二例了 这可能是今天中国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例 能够跟法龙寺回廊上的木构做法 一样的 按可能看不清 但是我把它不断地放大 我还自己不厌其反地用PS描了一遍 描完了之后 大家应该就能够看到它的真实样貌 大概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说 只要你努力 就一定能够找得到 这个 里面的 跟中国古建筑之间的这种关系 渔林窟二十五窟上面 它是一个拆楼图 弥勒金面的拆楼图 然后 放大了之后 顶上 是这里有一个插手 对不对 你看它这个插手 跟上面的这个 叫做捧杰令拱之间 其实它是一个分离的关系 所以说法龙寺的这种人字插手 我之前在我的公号的文章里面也写过了 它极有可能代表的是唐朝以前的做法 或者是可能在唐朝也有 但是呢 它可能没有佛光寺的那种 更加的牢固 或者是更加的成熟 它可能代表的是一种 可能跟佛光寺相比起来 可能更不成熟的 更早期的这种做法 在法龙寺被延续了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看法龙寺的这个行 大家如果很喜欢古建筑 大家应该知道 在古建筑里面有一个斜向的构建 称之为昂对不对 它是一个斜向的构建 那么法龙寺很显然 无论是金堂 还是五重塔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斜向的构建 称之为昂的构建 那么 这个是法龙寺的一个抛面图 我们通过这个抛面图能够看到 这个昂是比较深深的 它是插入到这个建筑的内部的 我们今天不会去太详细的去说 这个里面的力学的原理 因为这太复杂了 但是 对于早期的建筑来说 其实这个昂一定程度上 还承担了某种斜凉的作用 某种斜凉的作用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那么 咱们中国今天最早的昂是什么时候的呢 咱们今天中国最早的昂的实物 是公元857年佛光寺东大殿上的夏昂 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佛光寺东大殿 它是最早的 没有再早的了 再早的木构建筑已经毁掉了 但是呢 在壁画当中 最早的昂能够到出唐时期 能够到出唐时期 在这个韦贵妃啊 陕西西安 韦贵妃墓的这个过洞的门楼图上 看到了跟佛光寺大殿上的昂 差不多的这个斜向下的昂 但是很显然 法龙寺他代表的是中国唐和唐以前更早的建筑图像 所以说 虽然今天在中国 我们看不到出唐或者是以前的昂的图像 但是法龙寺 无疑向我们证明了 在唐和唐以前 中国一定是有昂这个东西的 只不过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 这个是在2012年 2012年 在河北 这个 灵璋县 北无庄造像 的这个教藏坑当中 所挖出来的一个北魏时期的造像 在这个造像的背屏上 发现了一个 类似于昂的斜向下的构建 这是在造像的背屏上被 赞刻出来的一个昂的构建 有人说它是昂 有人说它不是昂 但是我更倾向于它是昂 所以说我这段时间在写篇文章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到底是不是 那么当我们拿它去跟法龙寺的这个昂 进行对比的时候 会发现其实有一定的相似性 都是一根直直的向下的粗细等宽的 这么一根斜向的构建 所以说从这个造像 再加上法龙寺的建制图像 我们来比较起来来去看的话 在唐和唐以前 甚至到了北魏时期 昂这种构建 我认为它极有可能是存在的 我们再来回到 山西省博物院北魏的这个 宋少祖墓 我老是读不好 宋少祖墓石果上 这个石果其实是我们研究 古建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图像 所以说我每次去太原 去看山西省博物院的时候 我都会去看这个石果 当然它只展示了一半 但是它很重要 那么这个石果 我们从正面看 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的 很特别的地方对不对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一共是它是一个三开间的 模拟一个北魏时期三开间的 这么一个小店 对吧 一开间 两开间 三开间 一共四根柱子 每根柱子上有一个斗拱 把这个斗拱放大的话 我们能够看到 说这个斗拱前面 卡着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是 从建筑里面伸出来的一个梁头 这个梁 从建筑里面伸出来 一根长长的梁 伸出来之后 卡在了这个斗拱的下面 在建筑上有一个专业的术语 叫做把头脚向座 向是什么意思啊 向就是脖子的意思 趋向向天歌 向就是脖子的意思 所以说 把头脚向座的意思就是 把着这个梁的头 卡住脖子的一种做法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种做法 那么当我们转移一个视角 到了这个石果的侧面的时候 我们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 这个梁并不是直着的 它是斜着的 它是斜着放在那的 所以说表面上看它是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梁啊 但是其实 它其实就是斜梁的某种表现 某种表现 OK 关于这个力学原理 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吧 那么在当我们拿这个梁 去跟法龙丝金堂的这个昂 进行比较的时候 我们惊人地发现 里面竟然还有一定的相似性 虽然两座建筑 它的体量不同 法龙丝无一代表的是 大型的木构建筑 而这个石果所代表的 可能是北魏时代的 三开间的小型建筑 但是它们当中所体现出来的 某种特征 值得我们去思考 对吧 而且这种斜梁 绝对不是匠人失误造成的 为什么 当我们侧面看这个梁头的时候 会发现这儿有一个扣 它是卡在这个斗上面的 它是伸出了这个斗口之后 做了一个卡扣 因为这个卡扣的存在 因此我们确定 它在做这个石果的时候 它是故意做成斜像的 所以说啊 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法龙丝的昂 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它为 它是斜 这个斜梁 而在斜梁 我们今天在中国的木构上 已经找不到实物存在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一个北魏的 能够代表斜梁的建筑 它是能够跟法龙丝的这个斜梁 或者是昂 能够形成某种对应的关系 所以说法龙丝真的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敢以形成这样的对比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今天要说的最后一个东西 就是法龙丝的玉虫厨子 我之前在上一堂课就是 过去一堂课就是 唐和唐以前的木构建筑当中 提到了这个玉虫厨子 所谓的厨子 不是那个做饭的厨子 它是那个厨柜的厨 但是它没有那个木字边 它指的是古代的佛刊 称之为厨子 所以说这个玉虫厨子 它以前是供奉在法龙丝经堂内的一个佛刊 但是后来它被移到了博物馆里面 所以说我们今天去看它 要到博物馆里面去看 那么这个厨子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它体现的不光是一个佛刊 并且它是一个建筑形式的佛刊 对不对 我们再放大看一看 它对于建筑细节的表现 非常的精细独特且到位 这座厨子 当年傅希连先生 还有好几位古建筑学者 都单独撰文来去讨论这个厨子 里面的建筑学的特征 用它来去跟今天的中国建筑 进行对比 而对比的结果 我们会发现是惊人的 惊人在哪里 首先过往我们可能认为 建筑当中插手之间的蜀柱 是发生在中国五代世国时期 也就是在公元的十世纪左右 而这个厨子是七世纪的 我们会发现建筑当中的这个蜀柱 可能在七世纪或者是七世纪以前 就已经有了 昂就别说了是吧 刚才就能看到 二段世歇山顶 这个我们今天也先不讨论 那么普派方 过去我们可能认为普派方这个东西 也就是在柱子和斗之间 加这么一个横向的垫墓 它的发生的时间也在五代世国时期 也在公元的十世纪 但是通过这个柱子我们发现 至少在公元七世纪已经有了 在斗和柱之间有了这么一个称之为普派方的拖垫型的构建 再说一说这个斜拱和昂的问题 斜拱的问题 这张图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会发现 这个拱是斜着的发现了没有 能够看出来吗 因为它是一个正式图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这个面 所以说它这个拱是斜着的 这是我们中国的斜拱 这是我们中国的斜拱 这是我们今天在近东南能够看到最早的斜拱 来自于临川南极祥寺过殿 十一世纪的宋代的斜拱 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中国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斜拱 但是它是个抹斜的拱 在建筑的这个独洛斯观音阁的转角的地方 是辽代的公元十世纪 对吧 它是抹斜的对不对 它跟这个斜拱还不太一样 这个斜拱它是在补肩的位置 有一个斜向的 这个是在转角的位置 它成为一个45度的斜角 这个呢 公元十世纪 公元904年 晚唐时期 这是今天中国能够看到的 最早的明确是斜拱的图像 是在一个唐代的墓葬当中发现了 一个跟它长得差不多的斜拱 这无疑证明了 斜拱这个东西在唐代就已经有了 很多的学术资料里面 没有说这件事 今天我们要查学术资料 基本上查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查到的是中国最大的斜拱 就是984年 在独勒斯观音阁 或者是它的山门上出现的斜拱 但是今天有了这个河北平山西宝母村唐代崔氏墓 我们就会发现在十世纪初 其实已经有了 但是在法隆寺经堂上我们会发现 斜拱的存在的时间要远远的早 而且早到超出我们的想象 那么这个斜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这个地方我稍微仔细的说一下 因为这是我们今天说的最后一个话题 这个斜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们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木构建筑 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四四方方的柱往下进行柱子的布局 对不对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法隆寺这个厨子的这个斜拱 让这个布局显得有一些格格不入 因为这个拱是斜着的 所以说我们就开始疑惑 既然它是斜着的 它里面是什么样 它里面的柱子如果去连接的话 也是这样横平竖直的去对位的吗 如果是这样横平竖直的去对位的话 那怎么对得上呢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对吧 那按理说这个拱是斜的 但是在日本在很多年前啊 有了这么一个很惊人的发现 这个惊人的发现呢 来源于一个寺院 这个寺院叫做正家废寺 所谓废寺就是在日本称之为废弃的寺院 就是已经废弃了 并且不再重建了 也没有僧人了 就荒在那儿了 称之为废寺 在这个正家废寺的寺院呢 考古发现当中 发现了一些这个线索 那么这个正家废寺的这儿啊 这是底下是一个放大图 你会发现正家废寺是一个法龙寺式的布局的寺院 塔在左边 金堂在右边 跟法龙寺一模一样 蒋堂在后边 这座寺院 那么从它的这个整个的尺度来去看的话 它大概是一个中等体量的寺院 跟法龙寺的规模其实差不多大 不大也不小 那么这是今天这个寺院的样子 荒草一片 荒草一片 为了发掘这个寺院 我估计它砍了不少树 这里都是木桩子 这里都是木桩子 那么从天上往下看 我们发现了问题的答案 在发掘正家废寺这座寺院的金堂一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正家废寺的金堂一记 竟然里面的柱网是不对位的 也就是说外侧的柱网是三开间 而里面的柱网也是三间 而这三间跟外面的三间的柱网 形成了一个斜向不对位的情况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发现 我们给法龙斯的玉虫厨子找到了答案 答案是什么呢 也许玉虫厨子里面的柱网的配置 是这样的一种形态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推断 并不是异想的 也不是纯粹的猜测 而是基于考古发现来去进行推断的 所以说啊 基于这个问题呢 我今天没放图 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 在前两年比较火的那个 山西新州的九元港墓壁画当中的那个斜拱 到底是真的斜拱 还是假的斜拱 我今天没有放这张图 大家回去可以查一下九元港墓壁画 它是一幅墓葬当中的过洞门楼图的壁画 那么这个墓葬大概是东魏时期的 里面在柱头上也出现了斜拱的形态 那么当时很多人猜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斜拱 是古人因为不会画透视 画成斜的了呢 还是因为说他本身就是斜着的 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种发现 也许我们可以猜测说 在魏晋时期 南北朝时期 其实这样的斜拱 它也许就存在 只不过今天我们有更多的证据 能够支撑这样的一种建筑图像 OK 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话题 那么后面的分享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分享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前半部分 我们更多的是在介绍法龙斯它的建造历史 我们来谈 我们来去揣测一下法龙斯 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建造 那么在后半部分呢 中间一部分 我们来去讨论了 法龙斯的年轮年代的测定 我们来看一看法龙斯今天 整个寺院内还有多少飞鸟时代的 木构保存了下来 那么在最后一部分 我们聚焦于法龙斯今天的 现存的这些建筑图像 通过这些图像 我们能够去反观中国古代唐以前的建筑 可能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 好吧 那么今天的分享大概就这样结束 也感谢大家来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